Hello,大家好,我是Walker,歡迎來到Walker Lone 武漢肺炎的關係,很多玩具的出廠日期都被他們原先預計推遲了幾個月 對於打日窮的粉絲來說,這隻終極蟲王可以說是望穿秋水 雖然Reboot這個系列都出了約乾年,但是迪基那邊都是比較細小的 或者是一些配件設置 氣勢就有點欠奉,現在氣勢就在 這隻D.A.50 Warwood Darius Gigantur Gigantur就是大 如果比較一下80年代出的原早昆蟲機械人 其實可以說是大了兩倍 我真的不敢想像有一天,如果大家夢想成真出Diacron 那隻Robot Base機械人基地,那個尺寸會去到什麼地步 我想起開始有點害怕 Diacron這個系列暫時最大隻的產品 而價錢相對來說,亦是最瘋狂的一隻 立刻開它出來看看 印刷精美的說明書和彩頁冊子 有一件事,說開又說 我們很多玩家都說不喜歡吸收 沒有法寶膏的華麗 還有一些細件很容易開的時候就彈出來 蓋蓋的時候有一個竅門 就是你要找回它的蓋和托子 中間有些扣位,通常分佈在不同地方 關閉的時候按用力按,就先按扣位為先 聽到啪聲,當你扣位後便很容易貼合 主要的部件就在我面前 叫做昆蟲星人 當然是由頭胸腹三部組成 其實雙臂是分開的 另外也有一把可以當作尾巴的劍 其他配件稍後再續一介紹 顏色方面主要是銀色和不同程度的灰鐵色 其次用來點綴的顏色是跟著原裝的 雖然是深色了 變成棗紅色 綠色方面有少許的銀綠色 透明件是用藍色的 都是向原作致敬的 但是呢 你說是否像以前那種色彩色 就肯定不是 好像色彩色比較好 你說如果他遲些 會出一隻舊作致敬的版 那就真的 這次我們每一個部件逐一去拆解 首先有個龍頭 那為什麼昆蟲星人又會開恐龍機呢 如果你是老人家 就像我一樣 你一定記得了 但有一個很大的系列是恐龍機械人 所以這個不是無緣無故的 這是真的向原作致敬的 所以呢 這個機械人 可以做出很多恐龍的造型 在網上 香港有些高手已經開始了 首先那個駕駛艙的蓋是透明的 另外呢 他表面有一個pattern 其實是印在裡面的 所以就不怕刮花 這是很有經驗的做法 打開之後呢 他的駕駛座 前方可以拉起 方便你把人仔放進去 這次的昆蟲星人的駕駛員 就一金一銀 就是阿金阿銀 放進去之後 就把前方再按下去 雖然駕駛艙很闊 但其實只能夠放一個駕駛員 按下去之後 駕駛員就比較穩 不要在裡面撞撞撞撞撞撞撞 龍頭那兩隻駕駛 其實是可以拆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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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駕駛駛駛 裡面有分成形的紅色的口腔 還有有三十二隻行齒 這是成年的龍 龍頸可以上下調校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下身 下身是一件ARE 不要牠開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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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駛 Jun dele そら 前面有一顆按鈕 按了進去後 保持靠撞撞撞撞撞撞全之後 然後肉邊才會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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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廠方說 你izar方ver 監頭你要喝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背包或者比較重的部件 他們都是很懶地直接靠那個直出直入的筍 那個緊合度來撐住那件件 很多時候只要那個帽子有一點問題 那就撐不了了 其實這種結構令到你玩得很安心 你怎麼也不會掉出來的 其實很多廠都應該學的 要拆出來也很簡單 按前面的按鈕就很簡單就拆不出來 整個機械人的一個中心思想 就是它很多件都可以拆到這種圓周的洞位出來 就用來接合以前的裝甲服的部件 就可以組裝到自己的設計 但是零零四四這個位置我想大家小心一點 因為它其實是很深的 如果你想嘗試像這些這樣的件 如果你想拆進去 我建議你不要拆這個位置 因為它掉下去就未必那麼容易 因為它始終也有這個扣 雖然說它可以是按進去 但是你想如果它這個件是短過這個洞位的話 你很容易拆進去之後 你會將其中一件掉下去 要拆出來就會有難度 不是不行 是會有難度的 所以玩的時候小心一點 盡量避免將一些比較薄的件 拆進去這個洞裡 雖然這個圓周是貨利用的 這個其實就是駕駛艙來的 你可以這樣拆出來 另外這個桶位如果需要 你可以拆出來 只要領20度 就可以拆出這個桶 這個駕駛艙 就是藍色的前面這個位置 當然可以打開 另外整個可以這樣打開 它類似是超中世紀的 有些雷仔渣的戰機 就是給這個駕駛星人這樣 趴在那裡 其實它裡面的駕駛艙 都做得挺精細的 雖然就沒有上色 把蓋子蓋起來 就可以拆進去 其實整個機械人只有兩個駕駛艙 屁股那裡有條軌道 就像你接合恐龍形態的尾巴 你拆進去 到最後 如果需要的話 它是有個走棧位 拉下一點就可以退出來 就不用從上面撞出來 大腿的關節 其實就全可動 所有角度你都做到 因為它沒有什麼裙甲的阻礙 大腿的轉動 也是360度 膝蓋 90度 去到小腿 它有四個藍色部件 全部都是可以抽出來的 就像我剛剛所說 你可以跟其他 以前的裝甲服去接合 這個 你就首先要把 紅色的部件拆出來 20度左右 拆一拆 然後裡面那個 這個就不是駕駛艙 它說是用來捕捉敵人 它可以在底部 拉開 我就覺得它這裏 比較難拉 如果有個掣 有一點位置 讓你的指甲 可以勾到 就比較容易 它可以這樣 這樣 去捕捉 Diacron的駕駛員 正如我剛剛所說 所有這些 這個圓周的順位 其實都可以跟以前的裝甲服 你可以拆進去 之後就可以組裝你喜歡的形態 下面這個也一樣 不過就不能開 去到腳掌 腳掌方面 它可以向下屈 有濕度 有一個小小的貼地的角度 前後就可以轉 那些恐龍的爪 也可以分開一些 比較有氣勢 另外一邊就可以90度屈 不要小看腳掌這個洞 因為它這裏 同樣可以讓你接合到其他部件 就算你玩其他變形 連這裏都可以讓你伸延下去 有這麼多這些可以 騰出來的接合空間 其實都是給你買多幾件 不同的昆蟲式人的產品 可以混在一起玩 發揮你的創作 上半身 其實上半身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機械人的形態 另外一個形態 收窄一點 就是恐龍形態 我們先做了機械人 首先就加上龍頭 像金無斯王一樣 它就有一個龍頭在胸口 接著機械人的頭 就在裡面內藏 打開一個櫃 背上有一個好像 舊式電掣的掣 你向下拉 龍頭就會伸出來 將兩隻角 最好是兩邊一起拉 因為它是同一個部件 那機械人的頭 就出來了 其實它絕對是向元祖的致敬 它的樣子也有六成尺 不過就小很多倍 我老婆說大一點 就可愛一點 當然我們男生就喜歡威武一點 其實它對眼睛是用透明件 也用回之前 但是它跟一罐那個 在後尾枕裏做透明件 就希望它前面對眼睛 可以做到好像發光的效果 這次就好像不太行 可能我不知道是那個件太深色 還是太厚 還是什麼原因 發光效果就不是太突出的 有一點點可惜 它當然兩邊就有插手的筍位 另外 空前的藍色透明件 就跟小腿一樣 都可以拆出來 就讓你組裝其他形態自己創作 龍的形態 當然首先就收起機械人頭 按下一個角 很輕輕地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一下蓋 然後兩邊好像撕橙一樣 把它打開 把胸口的龍頭 拉到後面 空下面的位置 有兩排飛彈 就把它打開 一點點 然後 應該很簡單 拉起兩邊就可以蓋起來 角度正確的話 合起來應該是一點難度都沒有 如果你覺得它阻礙著 就應該有一點點角度 比較好 一拍就能夠拍起來了 把龍頭180度回向下 這就是龍形態的上半身 手臂可以說是向原作致敬最多的部分 它的拳頭和原作一樣 都是一個昆蟲的頭部 還有前臂有綠色的位置 而且 也都是在手臂下面 是有一些昆蟲的腳 有三組昆蟲的腳 可以掀起的 前臂有一個駕駛艙 可以讓駕駛員坐 整個手臂是分開三部份的 手臂和前臂都可以分開 拳頭和前臂都可以分開 每一個部分 亦都是這些圓統型的訊位 可以接合其他部件 這次這個位置 手臂和前臂中間的接合位 就不知為什麼 是鬆了一點點 我剛剛講過那些扣 彈弓 沒有做到 就有一點點出事 網上有位師兄也教我們 要怎樣去醫治好他 就需要一點手工和一條膠片 去收緊裡面的空間 是一個一路永逸的做法 如果太麻煩的話 可以嘗試在這裡圈一圈膠紙 不過 當你玩不同的變形的時候 這個位置可能會選擇 將它展示出來 有張膠紙就不太雅觀 也未必可以維持到很久 我想 很難避免上網去學一學師兄 醫治他的方法 視乎你的問題是否嚴重 我這個就不算太恐怖 沒有說會掉出來 所以都可以接受到 動動是有跳尺 另外 他向膊頭組裝 上身那裡 這個位置是有彈弓的筍 你將它接合的時候 要按住兩顆按鈕 就可以將它 插進去 那兩個彈弓 就變成跳尺關節齒鱗的部分 要將它拔出來 都需要用一點點力就可以了 也不用太擔心 配件 這把劍也是一個尾巴 首先 可以拉出拉入 其實機械人握一把劍的時候 它這個昆蟲頭 裡面是有一個 同樣直徑的孔 讓你插進去 但是因為這個劍柄 它是有一點伸縮的關係 但是又沒有做到 你插進去的時候 它的劍柄就縮 所以插不到 不過幸好 其實也不難 你用手指甲 拉一拉 它就插到 我末端的轉頭 也是可以插 這一部分連接的是 一個桶型的筍 其實這個桶型的筍 也可以拆開 就變成一個更幼細的筍 就變成 你可以跟其他部件 不同的選擇 你都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背包 背包也挺精緻 不單是可動 噴射器的地方 也是用了藍色的 透明藍的部件 飛彈 炮 這個類似劍型的炮 有一點要留意 說明書 所以就教你組在肩膀上 組紅色的位置 就是用來插 不過 組紅色的位置 其實是挺鬆的 它插下去沒有問題 不過你拔的時候 那個筍會留在肩膀上 就不會扔著劍 如果你沒有指甲 就不要插那麼大力 其實拔出來 就不是很困難 不過你留意一下 有時候你拔出來 可能見了筍 你又不為意 因為顏色一樣 其實它就留在肩膀上 另外有兩個 好像油筒 它其實是讓你用來做一個接合 例如 當要用劍 用來做長頸龍的頸身的時候 這個劍柄 你就要套在筒形上 我當初以為整個劍柄套下去 原來不是 因為整個劍柄放在裡面 就合不住 你只能夠將其中一個 劍柄的大概 8mm的位置 就套在筒形的末端 合起來 這樣就合起來了 這個位置 就可以 放進去 龍身那裡 你就有長頸龍的頸部 插在肩膀上 還有一個乾坤 就是讓你把這些裝甲服 接到肩膀上 它有一個筍位 就直接有 莊甲服的末端 構造 的空是一模一樣的 只要你 拆下去 就可以 合起來了 你就可以把這些裝甲服 拆在不同的位置 做很多千變萬化的形狀出來 雖然我剛剛經常說 這套玩具的精髓 就是可以跟之前出過的裝甲服 配件 互相組合 但其實 如果你只買這套 你已經變得很多東西出來 譬如說明書有教的 我很快地做一次 可以變成一條龍 加一條尾 如果你家裡沒有宇宙飛龍 又想 懷面一下宇宙飛龍 你已經有一條宇宙飛龍 好嗎 另外 承低的下肢 其實都可以變成一條飛船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縮短的腳 正如剛剛所說 他的腳掌的兩邊 是有一個順位給你 停在一起的 說明書教你也有搶腳趾 向兩邊 慢開 因為他本身的細部 本身的雕 是挺清智的 很多 很多黑紋 很多機械部件 所以這隻飛船做出來 反而 給雙用鐘號 你可以再加一些炮 加上噴射咀 在後面 飛船就出來了 就這樣 跟說明書 你都可以把那些步驟組成一隻 宇宙飛龍 還有一隻飛船 都挺個人 挺漂亮 真心是挺漂亮 OK 然後當然就要大揭合 組一個機械人 拉長雙腳 機械人形態 就是尖那邊做腳掌 龍爪就收到後面 拆了一條龍尾 剛才所說 把胸口拆開 龍頭拉到前面 按住土匙的位置 然後看看有沒有些炮 裝在你喜歡的位置 說明書就教你那四把劍炮 放在肩膀上 那把劍除了拿在手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巧妙 就是可以插在背部 有兩個洞 GIGANTOR就完成了 無論尺寸 無論尺寸 氣勢 可換性 可動性 什麼都在一起 以一個大機械人玩具來說 它是幾有我們小時候玩玩具的感覺 就大隻又重手 而且它有現在玩具的可動性 現在的雕工 所有的質素 另外有一兩個恐龍型態 都是很簡單的 為了方便 我就先拆開它 放一條腿上去 這個身就要收拾它 我重複介紹我剛剛講過的步驟 就收拾它的身 噴石放在前面 變成肚腩 縮短雙腳 分開腳趾 給它一些霸氣 我個人很奇怪 我喜歡這個龍型態 反而比機械人更多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也意想不到 我的機械人不是 但是 龍怪獸的東西 其實不是我最愛的東西 但是這個機械人來說 我喜歡這條龍多於機械人 我覺得這個暴龍型態 另外還有一個長頸龍 挺有趣的 當然要先拆開尾部 先트�une 正如剛才所說 有一個走盞的位 你就不用退去 然後先拆開龍頭 其實就是很簡單 當然要把手 向下 如果你不加頸上去 便變成狗 當然我們現在 現在就想玩完那些恐龍形態 要適合油桶部件 放在劍柄那裏 好,這就是長頸龍的形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展示一下 當然沒有那麼煞氣 只是想跟大家說 就算你只是買這一盒 你都可以有幾個五、六個不同的自己的變法 其他那些都可以繼續摸索下去 來到這裏 就一定要將它和之前出過的產品互相混合在一起 看看可以創作到什麼樣子 當然,小弟只能在這裏很快地玩一玩 就不能跟各位網上的高手相提並論 不過都給我一個機會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將所有材料剁碎 混合一碟盆 就是這樣的款式 方便我玩的 好,動它吧 這個龍味有點像一條魚的魚身 亦可以是一個龍身 我看看如何將這兩個東西搏起來 可以做一條龍 先做一個前半身 可以插進去嗎 可以,可以插進去 這個要用一個龍 好,可以,剛剛好 好了,有點像 Avengers裡面的那隻海星怪獸 加一對腳給它 這個就可以套在這裡 差一對手 記不記得許冠傑那套位置嗎 好,接著就玩了這個 先做一隻動物頭的 有個頭在前面的 戰車 做兩個炮 我用一個機械人的手 來做炮台 加一些在前面 讓它炮長一點 機械人的盆骨兩邊 也有一個小小的筍位 不要浪費 做一對手 現在 有一個 在前面的 矮後戰車 腳底好像沒有滑 剩下一個龍 就想學說明書教 就用裝甲服來做腳 站到的 我用這個 兩邊 本來是機械人的胸口 我就 用它來做 機械人的 薄長一點 先 在前面加一對手 有些小時候 就是這個 那種感覺 這些筍位 全部都是圓筒型的筍位 所以 什麼東西 你拿到上手 你都可以插到 雙頭龍 對了 就 兩個龍頭 是同一邊的雙頭龍 不是一邊一邊的雙頭龍 都有 有爪子 有腳 有尾子 都是一隻動物 兩排飛彈 上面有飛彈炮 旁邊有炮 很具有殺氣 我大概用了十分鐘 一開為三 有條龍 應該是葵斯里之 那種叫什麼 追龍 飛龍 矮後戰車 雙頭龍 如果我那麼隨意 可以在十分鐘之內玩到三隻東西 我覺得各位 比較有青春活力的人 應該都可以 變回萬千 我很期待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粉絲也會把他們的創作力 在各大Facebook及Instagram上爆發 拭目以待 這次的介紹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